你绝对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婴儿 一出生竟然是自己从惨妇身体走出来 不仅如此 产房发生惊人异象 巨大的未知能量连产房都给炸毁 虽然老父亲被这异象给吓晕过 但清醒后还是很疼爱这个宝贝儿子 为他取名王令 甚至花了半年积蓄买了一把屠龙大宝剑 谁知王令小手一碰 竟然身间粉碎 他们不清楚王令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小男孩却十分清楚 他是先王转世 如今是华修国4386年 在这个科学修真的年代 科技跟修真融合发展 灵异事件那是见怪不怪 在王令六岁年里 五级妖王吞天蛤出现要毁灭城市 当时修真者连忙出动 各种招数实出 却都不是妖王的对手 情况异常晋级 当此时的王令却在一间小卖部 卖下一包他最喜欢的干脆面 外面混乱的场景 仿佛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下一秒 他的干脆面就因为妖王的攻击 而掉在了地上 最后一名修真者卓奕也为了保护王令 而被妖王一掌拍残 掩盖妖王蓄地一击 就要杀死卓奕 生气的王令只用一脚 就将这个千年妖王秒杀 然后缓缓堵出一句 我最讨厌有人打到我吃干脆面了 是由卓奕代替了王令成为了救国英雄 而当时这一幕也被老父亲老母亲砍在了眼里 他们明白自己的孩子绝对不是普通人 老父亲只能没日没夜的研究 以致灵力的符咒 老母亲还得到王令吃下降低灵力的药丸 于是在王令长大上学时 竟成了一个灵力值只有五的废材 混混学长看到王令好欺负 打算勒索贤 蓝鹅一道金光闪过 两个混混就被不明能量给炸飞了 而仗义出手的人是校园女神孙龙 其身后背景更是强的离谱 他乐情的身出手想要跟王令打招呼 结果不想跟人走太近的王令 却掏出一张钞票递给他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无视笑话 王令的举动算是让孙龙记下了 接下来就到陆学测试灵力的时刻 学生们只要将灵力汇聚 对着妖王化身打一拳 就能准确得出灵力的数值 同学们都很兴奋 这毕竟是曾经的妖王 被镇压的他却成了新能测试灵力的工具 那大多数人的灵力成绩都不是很好 但幸好也是出现几个实力还算不错的 很快轮到校园女神孙龙上场 直接让汇聚灵力重拳出击 吞天涵的灵体竟然被推出几米 所有人都对这个长得漂亮实力强悍的女神产生好感 唯独王令看都不看一眼 她现在头很大 不想引起轰动了她 内心不断盘算 再度过控制灵力 最后决定随便上个普通班就好 然后当她会聚灵力准备攻向吞天涵时 一股精灵的能量凭空出现 板凭的999 并且要王灵体竟然翻身 死掉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见王令灵眼一开 原来是吞天涵自己选择炸死 从王令走进这个房间后 她就认出了王令 折服了数年吸收这些学生微露了凌厉 而不容易就快挣脱缝衣 但她对王令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于是潜意识点为只要爱上王令一拳 这次绝对是魂飞魄散 所以干脆放弃时间折服 选择求生 为此 王令虽然很努力地想进普通班 但最终还是成功加入了精英班 当代B王的装逼生活正式开始 老师上课在教学生使用召唤术 别人费精英九牛二虎之力 也只能召唤出巴拉拉摩仙棒 或者一条性感的GK短裙 要知道 这可是修针学校的精英班 而校园女神孙龙召唤出了一只灵犬的骨架 这个成绩已经算是出类拔萃 全班人都围着她表示羡慕 召唤底的强弱 与召唤者自身灵力强弱息息相关 所以只想低调的王令躲在角落 不想引起注意 但还是被老师点名 无奈的王令只能随手画幅开始召唤 结果就将顶级妖王吞天涵给召唤出来 这个祸害出现 顿时引起一阵骚乱 老师着急备战准备对敌 殊不知 吞天下坎的王令早就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一只老师偷袭 将之前孙龙召唤的灵犬骨架给融合了 堂堂一段妖王 初变成了绿色品种的恶哈 危险性直接讲为定 回过头来 王令早就开流了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 要说有的话 那就是干脆面 某天学校开始选拔班长 孙龙发动家族势力开始疯狂拿票 承包学校小卖部免费给同学送零食 这个做法引来了另一位班长候选人陈超的不满 但是王令却很开心有人能送他干脆面吃 随时毫不犹豫地交出了自己的票数 换了五包干脆面 其他同学见有人当着出头鸟 也不再犹豫 纷纷接受来自富婆的馈赠 并且献献叫嚣的陈超 仅为孙龙的美色所获 接下来 孙龙手扎女技能魅惑 只是轻轻抬抬手 所有接受馈赠能全部成为了没有理智的脑残粉 唯独王令没有中招 原因是因为他不想搬拿别的东西 所以将一颗低能金单送给孙龙当作环利 而逃过了美术的控制 难而尴尬的是 等上课时 王令却发现孙龙一直在看着他 于是用手语给孙龙传递 你送的干脆面 很好吃 表示感谢 结果孙龙去解读成了 吃了金单 这是只有王令才能服用的降级金单 孙龙服用后 淋力顿时外线 整个人直接尾了 魅惑术更是当场解除 正巧老师和孙龙上台演示一下这个古代魅术 此而孙龙根本没有力气 一不留神差点摔倒 是王令扶住了他 结果被老师注意到 当王令来练口诀 施展魅术 于是被王令帮助过的孙龙当场沦陷 原来这个魅术的启动条件 必须是被人免费馈赠过 所以孙龙到家后 满脑子尽都还是王令 学校最美女神 竟成了王令的老婆 被腹白冒昧大长队的复活包养 是种什么体验呢 之间复活孙龙从豪车下来 加滴滴的跑到王令面前打招呼 师兄 天狗一号陈超当场诗话 校园女神何时这般都落过 而王令在看到孙龙朝着自己走来后 竟大胆的朝着孙龙小脸伸瘦 然后敲碎了头顶的魅惑技能 所有人都被他的主动惊呆了 而孙龙更是贪暖在地 满脸潮红 久久无法回神 被打击的陈超决定在今天的连难课找回厂子 于是把家里祖传的连难课带到了学校 每个学生都自带了稀奇古怪的连难课 而王令则是把家里的微波炉给带来了 用他的话来解释就是 反正都是假的 微波炉还更方便 着急练出金丹博的女神眼球的陈超 却第一个闸落失败 祖传连难课更是被毁 不知道该如何回家交代了他 赶忙跑出教室冷静冷静 继续连难课的他 没办法在孙龙面前表现 一想到王令可能已经征服了孙龙 去做大狼的事情后 他就精神分裂走火入魔 而王令此时还在追着俄哈满的学校乱跑 原来俄哈还不甘心 竟在午休时打算吞掉郭豪的丹宁 当初他就是大鱼吃小鱼 慢慢混到了妖王的成就 结果就被王令也发现了 而正巧 郭豪就看到王令手中保着自己的丹炉 于是误会了王令 加了陈超就在背后 郭豪的攻击就被王令躲过 而打中了陈超 陈超中毒 让郭豪着急不已 于是急忙地研究解药 但不知道药性如何 可怜的阿哈就只能先被偷毒 然后再解毒 幸好结果是好的 成长毒被解除 可无休时间也到了 老师和同学们都准备回到教师 郭豪很担心自己的炼丹成绩 结果在丹炉里竟然有一颗完整的丹药 而王令的微波炉炼 则是失败品 郭豪以为王令是把自己的作品对掉了 于是对王令的恨意当场消散 他很感激他 但其实王令什么也没做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偷郭豪的丹炉 微波炉炼本来就是不可能成功 完整的弹药就是酷好自己炼制成功的 而陈超则被他们两人 弄到了被毁的炼丹炉里 等陈超醒来发现炼丹炉被修好了 于是对王令这个情敌顿时没有了敌意 三人也成了好朋友 然后王令很快就遇到了新的麻烦 直接女神顺踪走到王令面前 然后四僧竭力地在扳鸡大喊 请和我约会 这个告白让无数备胎备受打击 隔壁校园论坛就大量爆出小华告白的消息 这本来是一个可以少奋斗20年的机会 但对于王令来说 他根本没有兴趣 隔天起床发现 孙龙竟然来到他家门口等他 吓得王令赶忙打上窗帘 心想父母肯定不赞同早恋 结果父母早已被孙龙用各种设置品收卖 双手双脚赞同 王令出门约会 无奈王令只能坐上大小姐的车 带到独立的园游玩 这时孙龙爷爷花费巨资 只会孙龙已能建设 而孙龙早已决定只会带着爱人过来游玩 果然自古红蓝出细皮 却并不顺利 因为有两个杀手折服要自杀孙龙 但从这两个人的造型来看 显然任何机会不可能成功 果然在杀手摆着骚包自尸开枪攻击后 子弹竟被王令用水接住 只有390度旋转 一连就被自己的子弹给看黑的 所有王令使出法术 消除了再长所有人的记忆 结果杀手清醒后 忍不住吐槽 我查了雷 这枪的后座力怎么那么大 远续不知道王令恐怖的 他们继续暗装袭孙龙龙 但都被王令全部拦下 一次又一次的遗忘术 让杀手继续吐槽 一枪一次后空翻 这谁受得了啊 于是他们决定明着干 得知杀手的任务目标是自己 孙龙大胆地站在王令面前 要求杀手放过王令 而杀手也表示 不会波及任务以外的人 看到孙龙的行为 王令也不再隐瞒实力 一挥手 两个杀手飞了起来 所有天上闪过一道 赤色火焰 今天的约会也差不多要落幕了 王令别用百分百消除处 清除了孙龙的记忆 他希望孙龙在回忆今天的事情时 能够是美好的回忆 脑活是红好了 但王令的麻烦也更大了 因为这不靠谱的杀手 竟是来自恐怖的刺客组织 引流 这是拥有暗杀成功率百分百的刺客组织 但是在今天 他们的记录 居然被一个女中学生打破了 引流叫出其得浑身伐颤 为了找回场子 他决定排出更强烈的杀手 在暗杀孙龙 甚至还发布了引杀令 于是全世界都知道 有人要刺杀孙龙了 学校也高度警惕 请来了专业的暗宝 就连孙龙家也派人配合 这只龙别说杀手了 所以保证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 在下一秒 拥有盾土书的杀手就前了进来 并且擅长用毒的杀手 也大药大白地走到了教室走廊 暗宝系统瞬间被杀手破坏 但随即一根粉壁 突然袭向一个杀手 夹杀在大田林立的普通粉壁 竟把墙壁整得粉碎 来着正是学校的王老师 但杀手也不是盖的 一手能变大变小的流星锤 直接攻向王老师 可万万没有想到 王老师身上冒出金光 竟吐走捏碎了流星锤 杀手见情况不妙 打算开溜 结果就正好撞到了 开门而出的网令 引游了人也调查过他 数据显示战斗力是持有物 人出无害 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战无渣的存在 又一次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原来潜入的杀手只是幌子 真正的杀手早已躲在楼顶进行蓄力 他拥有神奇的隐身能力 手中握紧的浩天锤 更是恐怖的存在 只要蓄力成功 就能让整栋脚雪楼灰飞烟面 然而来楼顶拿无人机外卖的王令 却砍破了杀手的隐身 这让对方心头意尽 于是将汇聚的无数灵力的一击 砸将了王令 对时恐怖的灵力瞬间爆炸 虽然特效很华丽 但伤害未灵 眼前发生了一千堂杀手 久久无法为神 那巨大的能量就像凭空消失一般 周围建筑没有丝毫损坏 甚至杀手连杖还出现细微裂痕 最后倒地不起 而通过盾球术进来的杀手 也在撤退的时候遇到了恶哈 背后吃大量生命力的他 在妖望面前也只有被宰了份 所有杀手都被解决掉 于是王令又不及中施 将所有空刀全部推给了左翼 然后假装自己受了重伤 等孙龙赶来后 看到王令因为自己受伤 他的心都快碎开了 被漂亮富国包养照顾的日子 究竟有多幸福 这件为了让王令的身体恢复健康 随龙找来的全国最好的医生 与手打造了顶级的医疗舱 全自动喷洒十全大补药 可以让身体变得异常强壮 甚至在隔天看望时 带着超强补药 准备再给王令来胜一针 本来还想继续装病的王令 瞬间变得神龙火火 与其王令也可以准备参加 今年的灵力测试了 陈朝过好也来看望王令 次人便在房间内 准备用手环来测试自身灵力 每个人的灵力会通过手环 上传到网上进行排名 陈朝努力汇聚灵力 毫不容易成功汇聚了灵力球 这也代表他正式踏落 旧真界 而灵力数值 也是根据灵力球的大小和能量来决定 全国各地的人都开始进行测试 排行榜的人员也在不断变化 而登记的人 竟是其他学校59门的唐靖泽 灵力数值高达4379 而很快 孙龙就以4015的灵力值登上第二 而陈朝和郭豪却只有击败的灵力值 等到了王领 他却有些头疼 于是打算随便释放一点 通过测试就进 结果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不成样 孙龙的表情更是可以做成表情包 王领自己也没有想到 拜金把灵力压到最低 可为什么还那么恐怖 为了不当地球毁灭 他只能转移掉这个能量球 于是在外太空 突然出现一个看比太阳的巨大灵力球 只要再玩一秒 地球就得聚聚了 而排行榜上的第一早已溢注 手环因为无法计算王领的具体盈利 所以只能显示零 于是在半夜 王领请求郭豪帮忙 看能不能修改一下排名 毕竟他的成绩就算发生变动也很正常 就像唐静泽第一时间也认为 这是系统bug 于是前入系统调查 而半吊子黑客的郭豪 则不小心触发了安全系统 着急退出时 不小心还把唐静泽的名字改成了唐二蛋 将唐静泽气得半死 但因为触发安全系统 他们也必须紧急退出 虽然调查时间不多 但他却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系统没有bug 王领的灵力值强到手环 无法测出 可据说王领的表面灵力 是只有五的战武扎呀 一个战武扎进翻身逆袭 成了灵力测试的第一名 所有同学都望尘莫及 这个消息传出去 让不少人都质疑测试的真实性 连王领自已的老师 都在怀疑是不是系统出了bug 而由于王领的登顶 当学校这次的零件大会对手 转变成了超强的59门 在历届跟59门对阵的成绩中 六十门学校无一胜过 就在老师们都忧心忡忡时 该令六十门跟59门 打拼过一场的救国英雄作义 却认为 今年的比赛必胜了 因为除了亡领父母 知晓亡领实力有多强的人 就只有他 六岁秒杀妖王 这种实力别说小巧的59门 整个世界的修真人是聚在一起 怕都不是王领的对手 但这些秘心 老师们都不知道 他们还有一件事很头疼 比赛必须派出五个人 但学校的人选却只有四个 所以当场推荐关门的俄哈参赛 虽然遗忘也有动物参赛 但这能行吗 可没想到 俄哈的灵力测试 近高达5000 一下就超越了排名第二的唐靖泽 在得知第二名竟是一条狗后 唐靖泽是彻底无法控制情绪的 被诗人称说新一代修仙奇才的他 却被一条狗和一个战武者打压 这次零件大会 他必须要让他们好看 而零件大会自然要有零件 新招得到家属祖传的大宝剑 郭豪也塞出了自己的小短剑 而当主最让人羡慕的自然是 复活森龙 一人竟有数十把零件 并且孕育出了剑铃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郭豪打去俄哈这条狗 应该没有零件 可没想到狗除了会用通讯设备以外 还塞出了顶锡零件 囤天剑 现在只有王力没有拿出零件 不是他不拿 而是这把零件有些尴尬 他的名字叫做金科 自天地 一旅而生 一旦进入战斗状态 方圆万里都会发生大地震 王力就担心这剑太强了 而有些头疼 这笔装的 我不得不给满分 到五十九门那边 也不是没有准备 他们找到了一个暴躁的老哥 这个老哥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他将是五十九门的杀手键 实力据说比唐靖泽还要可怕 可就在所有人都在努力备战时 只有王力在绞尽脑吃去下 要如何才不用参赛 没想到刚到五十九门后 对方就给王力送了一份打力 这两个青春亮丽的少女 是童琴时的好闺蜜 几十年过去的 他们都成了上连击的奥巴桑 闺蜜感情也是越变越塑料 因为在不同学校任职 两人一碰面就开始各种嘴炮叫亮 奈何五十九门的学生 实在有太多不光彩的事迹 谢老师的脸面 被六十门的潘老师 是打得贼一想 动作也是赢不了了 谢老师便想动手 测试下六十门排名第一的王力笔系 于是一道测试术偷袭 打住王力 想知道它的准确灵力数值 没想到没有攻击能力的简单法术 却让王力的身体爆发出惊人的灵力波动 那股微压就连在场的老师都感到害怕 而引起这股灵力暴动的真正原因 还是因为王力带出的灵剑的原因 天地运运而生的桃木剑 跟王力后背那张山寨版的灵压符纹 发生共振 导致王力体内的巨大灵力 无法被压制从而外泄 虽然下一秒王力就控制好了灵力 但也只能暂时压制 如果马上更换符纹 到时候灵力彻底暴动 整个地球都会瞬间毁灭 所有人回过深奈都看向了谢老师 他是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王力被送去医务室治疗 他也有合适的理由暂时退出比赛 所以王力赶忙打电话给老爸 让他快点送符纹过来 不然灵力就要失控了 情况紧急 王爸赶忙骑着飞剑朝着比赛场地飞去 而其他同学则在大厅了解零剑大会的比赛规则 没想到五十九门安排的那个杀手锦 何不崩竟然大胆的凋气了孙龙 秦超第一个不同意 王力他打不过 可不代表何不崩他就能打过 这个骚气弹的实力真的超强 如果不是王力及时出手 秦超了一条手臂 已经被何不崩的极音负能量给毁掉了 王力现在根本不能动用灵力 于是被何不崩打了一拳 但他也不生气 先王的格局局是不简单 而打了先王一拳 何不崩的下场注定不会好过 花心了他在休息时间看到一个大美女 于是忍不住又去聊波人家 却没想到这个美女 竟是引流教主江流影 因为没有成功聊到 那何不崩忍不住骂了一句老女人 而彻底激怒了江流影 本来打算暗杀孙龙的计划 也顿时有了眉目 他进了一龙城何不崩的模样 参加了引箭大会 而王力也没成功拿到符文 准备传送到了比赛场地 比赛规则很简单 一共有五个据点 每递得一个据点就会开始增加分数 据点抢得越多 分数加得越快 一个丸子头可以定位优势们的准确范位 光是唐靖哲就是一个难告的对手 曾荣一人根本打不过他 而郭豪跟陈超的个人战力 又显得格外的弱小 王力这个大腿 也因为符文损坏而反动用伶力 据点瞬间被敌人夺走大半 可就当王力的伶力即将暴动之时 恶哈追潮的王力俯了过来 现在是王力最弱的时刻 现在的妖王难道是要反忽不成 但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简直让人惊掉了下巴 你绝对想象不到一条狗 可疑的境界的王力顿时没有任何束缚 恶哈的本体吞天哈可是能吞噬万物 王力体内即将暴走的灵力 并被他强行吸收 绿帽子在手天下我有 王力再也不需要去刻意意志体内暴躁的先王灵力 完全体的先王灵力究竟有多强呢 全体打造的零件只是一根手指就能瞬间粉碎 用手轻轻晃在敌人身上 对方便感受到有如火星撞体球的冲击压在身上 与之来自六十门的反扑正式打响 先是陈超觉醒金刚双臂打退了冒牌的河部风 随机孙龙更是献祭剑宁帮助郭豪召唤出上古剑宁 火凤凰打败了敌人 可本想到敌人并没有就此被打败 而是开始打起了游击战 专门避开最强的王力背后无奈 王力只能解除跟俄哈的合体 因为敌人只能通过灵力得知他们的位置 王力本身的基础灵力太弱 可以被敌人无视 于是俄哈便有机会干掉这个提风情报的探查员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不妙 因为巨大的灵力波动又一次传来 王力在夺取据点的时候 想到有个伙伴的点点滴滴 自己本来是一个没有情感波动的人 但自从认识和孙龙 郭豪 陈超等人 他让散的性格就发生了变化 这次比赛他迫切地想赢 但情绪的波动也影响到自身的灵力波动 幸好是孙龙出现握住了王力的手 让他冷静了下来 可下一秒 王力就亲眼看着孙龙被江流影击碎了灵魂 情绪波动巨大 导致王力灵力彻底暴走 原来江流影冒充和不封被陈超的 金刚之一打败后就再也忍不住了 于是不再伪装打算直取孙龙的手机 先有时恶哈赶到强行冻结了时间 但王力凭借灵力冲破了时间束缚 这件身穿紧身衣的性感欲解江流影 被王力一拳打飞 江流影这才知道 原来是王力在坏他的事 他一直在扮猪吃饶户 但王力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自豪没有因为江流影是女人而手乱 等王力冷静下来后想要救活孙龙却发现 他堂堂先王竟然也做不到 之后他冻结了时间才保住了孙龙的身体 按照解除后 孙龙就真的死去了 留给王力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重启事件 可是改变过去这件事 就算是先王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可王力管不了那么多了 恶哈也觉得有意思 于是又一次跟王力合体决定放手一波 之前开始倒流 一转眼就回到刚入学的时候 所有以前发生的一切都在重新进行 但王力却迟迟没有见到孙龙 并且王力也忘记了自己来到过去 到底要做什么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过去的世界 王力也并没有冲击世界 而是因为强大的历练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个新世界正在产生着旧世界的一切 也就是说地球正在被王力轻手摧毁 但这些王力都不知道 死去的孙龙灵魂被送到了地府 英王爷在看到孙龙后 差点没被吓坏 因为他一眼就认出的孙龙是孙悟空的后奈 于是赶忙把孙龙的寿命调成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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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赶忙对清醒的孙龙灵魂解释 你是在做梦做梦 然后孙龙就这样回到了人界 而复活的孙龙也让活了无数岁的剑林荆柯 给吓坏了 他长这么大 也没见过这种离谱的事 从荆柯这边得知世界毁坏的原因后 孙龙手握荆柯化身的陶木剑 准备唤醒王力 虽然孙龙实力在先王面前屁也不适 磕老婆的话王力不敢不听 再一句起床啦 孙龙终究是凭借陶木剑唤醒了王力 可被王力毁坏的地球却已经不是他能修复的情况了 各种法则全部灰飞湮灭 现在办法持生涯一个 那就是强行融合时间和空间之环 让时间倒退回去一天 代价是孙龙失去这一天的记忆 于是时间被调回了一天前 去外江流应因为那时候不要被陈超金刚之身暴揍而现身时 王力直接一掌盖死的江流应 成功阻止孙龙被杀的情况 而六十门最终也取得了胜利 所有人都特别开心 王八也送来了压制凌厉的符文 可这一天王力的情感也会再次被镇压 可想到孙龙在当时愿意放弃一天的记忆时所说的话 感情会穿越一切 他便不再纠结 况且王力最大的愿望还是可以安安心心地吃干脆面 关于王力和装逼生活还没有结束 以上是现王的日常生活第一季的内容 第二季牛也在官方平台上架播出 喜欢看龙王天的小伙伴 绝对绝对不能错过 这不过慢 绝对是一刷到底